我們請大家先合掌 我們先頂禮各位上師 談成主尊 祈求加持一切順利 各位上師 各位法師 各位講師助教 同門 還有分堂代表 今天 利用這個時間來講一下戒律 這個經典名字 叫做佛說 釋迦羅岳六方禮經 看這個名字好像跟戒沒有關係 其實這部經是佛對釋迦羅岳 張德子 就是一個 就是有個學識的人 那麼講這個五戒 其實是講五戒 那麼 眾會真的是非常的 辛苦用心 因為我們的這個規律證書 一開頭 大家我們都拿過規律證書 開頭講什麼 要守五戒十善 要孝敬父母 所以一開頭就講這個 那麼五戒呢不但是 一切我們這個學佛的基礎 同時他也是做人的一個基礎 做人的基礎 那麼在講到這個 這本經之前 我先 引用一下這個戒律的祖師 道宣律師 我們佛教擁有八宗嘛 律宗 律宗的祖師 是道宣律師 那麼 道宣律師呢 他 會被 後人的尊稱為律宗的祖師 也想到他詞界非常的 嚴格 禁言 我們說他詞界禁言 那麼 在他的這個 字傳裡頭呢 有記載過這麼一頓問話 他跟弟子的問話 因為弟子呢 問他說 你 你這個詞界呢 到底是詞的怎麼樣 為成為這個 祖師 他說我 詞界禁言 那麼 弟子就問呢 詞界禁言到底是一個什麼禁界 什麼禁界 你們想到祖師怎麼回答 道宣律師講說 詞界禁言 是 我現在呢 五戒還沒有詞滿 大家注意聽 什麼叫做詞界禁言 我到現在 五戒還沒有詞滿 你就曉得 五戒的意義是什麼 在祖師 律宗祖師的眼睛裡頭 不是只有我們 一般是口中的念念 不殺身不偷的 不協議 或是這樣子而已 他是很有 內涵 他一直講到什麼 講到心 他一直講到心 所以呢 我們講 這個 這個 從五戒開始 就 凡是講這個戒 不是只有外在的行為而已 他牽涉到我們的心 你必須要讓你的心 跟你的行為 要合一 這個是我們 戒律的根本精神 在這個地道 那麼 因為講到這邊呢 我們就先把 大概的把這個 五戒呢 我們一般 一般所 所講這個 五戒的一個定義 稍微 提一下 然後我們就回到這個 經典 這個五戒經 五戒呢 第一個 是不殺身 而聚仁慈心 所以呢 照這個 戒本裡頭 經典裡頭 他不殺身 不是只有 消極的不殺身 他有積極的一面 不殺身 而聚仁慈心 這個是 不殺身的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 眾生皆有福興 像師尊也開始過了 殺身呢 就等殺佛一樣 就等這個意思 那第二個呢 不偷盜 而守正不阿 那麼 什麼叫 不偷盜 守正不阿呢 就是說 我們行者 要守住我們的 一片真心 我們的 所有的行者呢 非憤不取 這就是不偷盜 這就是積極的一面 什麼叫做非憤不取呢 就是不予則不取 就是說 不是別人給你的 不拿 那麼 非憤呢 則不取 不該自己的呢 也不拿 那第三點 無功則不取 對這件事情呢 我沒有功了 不拿 這個是呢 第二個 不偷盜 包含這樣的意義 那第三個 不邪盈 而守身如玉 那麼 現在拿我們 密教這裡頭就講到 這個密教的觀念 因為有盈就有漏 那這個漏呢 是精氣神 三個地方都會漏 我們以為這個漏呢 只是從小編到漏 不是 我們的毛孔也會漏 我們的蹊蹺毛孔呢 都會漏 所以呢 要什麼才叫 不漏呢 就是要精氣神 都要不漏 才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 金滿則氣固 然後氣滿呢 則神光現 所以 我們看師生的這個 書 告訴我們 我們修行的第一步 必須要天心放光 那你要怎樣 你要先手接 要金滿 而氣固 要氣滿之後呢 然後你神光才會現 然後再來呢 神光圓滿 就成佛 所以佛的圓光呢 是圓滿的 為什麼 因為他常常常 常光 有一丈 這個就是呢 他守戒的功德 這樣 再來第四 不忘言 不忘言 而誠實踏實 成呢 為天地之息 我們修行呢 不是為了要相運嗎 什麼是相運 相運就是 我們要跟那個本人相應 在南文普通話來講 就是人心跟天心要相應 人心要合天心 這個就叫相應 那麼 你人心跟天心相應 要合一 那重點是什麼東西 重點就是 神清靜 口清靜 意清靜 就這樣子 就是我們密教教我們的修法 第五個 不飲酒 而意念不亂 那麼修道人呢 修行人 最重要的是保持什麼 保持 心的 平靜 這個最重要 還要保持智慧親民 這樣的話呢 你才可以有辦法修定 你定成功之後呢 你的波羅智慧才可以開顯 以波羅智慧 然後呢 你才能夠 成佛 所以 五戒呢 為什麼擺在 一切的 最前面 為什麼道宣祖師 他是律宗的祖師 然後弟子問他 你辭業 聽說你辭業吃得非常好 非常景言 那個辭業景言 到底是什麼境界 他說我五戒還沒有吃脈 講正經話呢 還不止道宣律師 這是顯教的 像我們這個密教祖師 中科法祖師 中科法祖師 他也講過很有名的話 到了中科法祖師 弟子問他 他說 你修得那麼好 身上也放光 你到底在什麼境界 他說 我才五戒之脈 中科法祖師 全身都放光了 然後弟子問他 到底什麼境界 他說我才五戒之脈 為什麼 因為五戒呢 就守到我這個身跟著心呢 我有辦法 因為中科法祖師 他產生成就 所以他講我 五戒之脈 再下去呢 菩薩戒 沒有圓滿 密宗戒呢 更不用講 更做不圓滿 大家要想的這個戒律呢 是不是小 非常地惡性 所以當你這個戒成功的時候 也就是你修行成功的時候 再接下來 五戒呢 時善 是我們做人的一個基本 我們修法的人呢 如果不守戒 心就不能定 心如果不能定 他智慧當然就不能開 智慧不能開呢 你就不能夠度過生死對岸 要度過生死對岸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 磨人 那你度過生死對岸 也不夠是什麼 也不夠是 小生阿羅漢過 好 你還必須呢 依這個過的智慧 不但是 自己過 你還要發大菩提心 把你友人的眾生 也通通帶他們 通通過 過生死大合 然後呢 你才可以成就佛的果位 好 那接下來 所以呢 戒定慧三雪呢 他是連在一起 他是連在一起 相關連的 戒呢 可以自灘 定呢 可以自稱 會呢 可以用來自吃 所以戒定慧呢 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他就是 自我們的貪嗔之 其實當然講貪嗔之 是講貪嗔之賣移 是講我們的 百八煩惱 所有的報告在裡面 下面呢 下面呢 這句話呢 也是這個 主持講的 他說 有了戒定慧 才能夠修法 這是佛法唯一的要求 是一切的根基 這是一切的根基 唯一用這句話 所以大家就曉得 這個 戒定慧 重要 那麼 然後 戒 完成了 你才定 你才可能成就 定了成就了 你才可能 開發貪羅智慧 貪羅智慧呢 開發了之後 你才可以把你的 佛性完全打開 你才有可能成佛 再來 下面呢 是講 在修這一切之前 佛法講 多文第一 就是說 年輕的師尊也當然開始 我們年輕的時候 要趁身強體育體壯的時候 趁我們老精很棒 機率很好的時候 大家要多聞 盡量的多看 多讀 那麼到了這個 五六歲以後呢 就專門 攻一個 修起一個 一門深入 直取 往生 直取 能夠 這個 往生淨土 就這個意思 多聞呢 為什麼要多聞 多聞呢 是為了要 明辨是非 能夠認出 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什麼是佛 什麼是魔 什麼是正 什麼是邪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對我們學佛很重要 那麼所以呢 在學佛之前 如果你現在還太年輕 你可以多聞 除了每日一休之外 你要多聞 為什麼 因為可以讓我們明辨是非 任我們認出真假 佛謀正邪 先把自己移出一條很清楚的一個修行的路 出來 好 再來呢 除了多聞之外呢 再來就重要的什麼東西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我們從開始 皈依學佛 一直到我們成就 都不能放掉的東西 就是菩提心 那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修行 不是為了成佛 是為了要成佛之後 有了這個本事 可以度眾生 那為什麼要成佛之後 度眾生呢 因為 你成佛之後 自己的問題解決了 你度眾生 你只剩下一件事情 就是度眾生 這時候呢 你可以永永遠遠的度眾生 自己自信的眾生度盡了 然後度自己永遠的眾生 永遠的眾生度盡了 還要度自己無願的眾生 那什麼叫度無願的眾生 像觀音菩薩 他就是現在在度無願的眾生 他就成佛之後 不願住在那個佛的位置上 然後呢 倒架持行 又回到菩薩的位置上 幫助後面的佛 繼續度眾生 那一個眾生呢 他有人的眾生 你到達度盡 他才可以成佛 那他都度盡了 那他還幫助後面的佛 繼續來度眾生 所以呢 這個呢 就叫做 這個叫做菩提心 叫做菩提心 再來呢 菩提心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那麼修行的目的呢 我們剛講的話 是為了度眾生 當然修行你要的度眾生 之前你要先打到什麼 這也是我們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了生脫死 然後呢 要進到這個 不生不滅的 這個境界 什麼叫做不生不滅的境界 就是那個母光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自己身上的這個佛性呢 是那個母光 分出來的那個紫光 在我們的身上 好 那麼 我們修行的目的就是要 為什麼要紫光 和母光 會呢 就是 你到最後呢 要把自己的紫光完全顯現 佛性完全顯現 然後呢 又跟母光合一 那這個什麼 這個就叫做露山摩地 露山摩地 你自己跟母光合一之後呢 然後你才可以達到不生不滅的境界 然後呢 你有本事到那個地方 你有本事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你不要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你永遠保持到你這個慈悲心 然後呢 你願意下來 你願意下來 那麼下來的話 那你就只想一個人物 就是永遠遠遠的杜仲神 好 那麼這個呢 叫什麼 這個叫做菩提心 所以 菩提心是從你開始 修行 開始歸之後 一直到你成就職 之後 成佛之後 都沒有放掉的東西 就是菩提心 這是我大概的把這個 你記得 先把這個總綱先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那麼下面呢 我們就 依照佛講的 這個五戒經 來跟大家 講一下 我剛剛講過了 佛說釋迦如月六方禮經 就是五戒 就是五戒經 那我們就編唸這個 經文 然後我就編解釋 那麼佛在 王色誠 積山中 就積珠山 死有長得子 就是有得忘的人 名叫釋迦如月 找起源頭 就是梳起 因為古時候都留長頭髮 藍領都一樣 所以早上起來的時候 一定要梳頭 那麼洗衣 找紋衣 紋衣呢 是為什麼 因為古時候的 科技沒有那麼進步 古時候之一呢 是都用那個織布肌 所以一般人都穿 樹衣 一般人都穿白色的衣服 只是有錢人呢 會穿這個 紋衣 後來又更進步呢 就穿井衣 文衣呢就是說 在白布上面呢 還可以用黑白 教他可以 製出很多的花樣 這就是紋衣 那後來呢 又彩色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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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製成井衣 是這個意思 好 那麼這位長者呢 每天起來 東方失敗 南方失敗 西方 北方 天地 都失敗 那麼有一天呢 他正在拜的這個時候呢 佛剛好到了這個 王赤城 王赤城 然後呢 看到他拜 然後就問他 他說你為什麼要這樣拜 那麼這個長者呢就告訴他說 這是我父親教我的 父親沒有告訴我為什麼 只不過因為這父親教呢 我就要遵循 就繼續的拜 那佛就告訴他說 你父親告訴你啊 要六方拜的意思呢 不是叫你 跪地呢 向六個方向拜 不是這個意思 是什麼意思呢 是什麼意思呢 佛言 你好好的聽 然後記在心裡面 他說 如果其有 如果有長者 傑人 傑人 就念念 傑 其有長者 傑人 傑人什麼叫傑人呢 我們講 聰明 巧慧 那麼巧什麼叫做巧慧呢 那我們現在的話來講 就是波羅之慧 叫做巧慧 就是說 如果有長者呢 有聰明 有具有波羅之慧的人呢 能夠持世界不犯的話呢 那麼他的果報是什麼 是今世呢 為大眾所敬仰 後世呢能夠生到天上 是哪四個呢 第一個 不殺 諸群生 不殺 第二個呢 不道 第三個呢 不愛他人婦女 就是不淫 第四個呢 不妄言兩策 心貪 心欲貪淫 惠怒愚痴 自知無敵 就講到這個世界 諸群生 殺到盈 忘 是這樣 那麼如果不能夠呢 守這四條戒的話呢 那麼 這個人的果報是什麼 就是他會有不好的名聲 這個不好的名聲呢 會怎麼樣呢 會像 十五以後的月亮 月光呢會越來越暗 到最後完全黑暗 那就是你要下地獄的時候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如月盡時呢 光明日消 日明 能知之惡意呢 如果能控制自己的這個惡念的人呢 如月出生 奇光燒明 一直到滿月 如果能守這四條戒的話呢 他的人生 他就會像呢 從初一開始的那個月亮 越來越來越到滿月 圓滿 他的人生都是光明的 就這個意思 所以這邊呢 開始呢 佛就點出這個 慈禧的重要性 那麼佛要講 有六個事情 會讓我們的錢財呢 一天一夜的耗盡 是哪一件事情呢 第一個 喜歡喝酒 第二個呢 喜歡賭 第三個呢 早睡晚起 第四個呢 喜歡起 也喜歡被人家起 你看我講得好細 第五個 喜歡以惡之士香水 什麼叫惡之士呢 什麼叫善之士 就凡事在刀業上 在做人上 能夠幫你往上提的 就是善之士 反思呢 會讓你往下剁的 那麼就是惡之士 就這麼簡單 好 好 五者 悅之士香水 六者 交曼其人 就驕傲了 如果犯了以上 這個 失惡呢 又行這個 六件事不好的事情 那麼就要妨礙你的善行 那麼你沒辦法呢 不得憂之聲 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 好好做好你的工作 你的錢財會日日的 浩檢 如果你不懂得這個意思的話 你光向東南西北 對方拜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這是佛講 佛據律講 他說 除了這個之外呢 惡之士呢 還有四種惡之士 就是損有 好 還有惡之士是哪四種 第一個 他內心呢 其實呢 對你是不滿的 內有怨心 但是外強 為之士 但是外面呢 勉強 表現為呢 你的善之士 表面上表現是 幫忙你 但是內心呢 其實他對你有抱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人前說好話 但是背後呢 說壞話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人家有急難的時候呢 在人前呢 他表現得很醜苦 但是他背後呢 他心中安安安安心 好 這是第三個 這是二之士 來 第四個 外表呢 外表呢 非常地清厚 但是呢 內心怨謀 外表呢 表現得跟你很親 表現得對你很好 但是呢 事實上他內心呢 再者 有怨 內心呢 在算盡 這個是四 這個是二之士 這個是損有 那麼 佛友講 善之士呢 也有四種 第一個 外如冤家 內有厚意 看起來 他表面上對你不好 但是實際上 他內心對你好 這個是三之士 第二個 與人前直見 於外人 於外說人善 就是說 他有什麼事情呢 想要告訴你 他對你 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呢 他對你自講 但是呢 旁邊有人在的時候呢 他不會講 他反而說一些好話 這是善之士的作法 第三個 賓收獻官 為其 贈送優解之 如果呢 自己的朋友 如果 生病 受 貧困 獻官就是有官司 那麼你可以幫忙 他怎麼樣呢 幫忙他 搬優 幫忙他 分擔 幫忙他怎麼樣呢 幫忙他去 打官司 就幫忙他 幫忙就是了 好 第四個 賤人憑賤 不欺賤 看到呢 對方呢 憑賤 但是呢 不會 舍其他 那麼 反而會怎麼樣呢 當念求方便 欲賦之 然後找自己呢 的種種的方便 種種的方法 想辦法 讓對方呢 也能夠解決問題 也能夠付出錢 這個真的不簡單 如果有朋友這樣子的話 那真的太幸運了 太好了 下面又講到惡之詞 惡之詞呢 也有四種 另外四種 第一個 難見小 交之作善 故與惡者相遂 這個是講的 人家要教他 就是說 他很難怎麼樣呢 很難教他 但是好不容易 你教他 他答應你說 好我要改 我要做 不要做善 但是呢 這個事情一過之後呢 一轉頭呢 這個 老子一走的時候 善之一走的時候呢 他馬上與惡者相遂 他馬上又跟他的 壞朋友又在一起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個 交之莫以喜酒人為半顧 與赤酒人相遂 好你教他呢 不要跟那些 酒肉朋友在一起 他都答應你 但是呢 你不在的時候 他一轉頭又跟 他那些酒肉朋友又在一起 這就是二十四 第三個 交之 治首意 更多事 好 你教他呢 要好好的所見 要好好的 不要管人家的閒事 他通常答應你 但是呢 你一轉身 他又去管這些事情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 交之以玄者為有 故與伯安子為厚 告訴他呢 你不可以跟 壞朋友在一起 不可以跟賭博的人在一起 那麼你要跟他好朋友在一起 但是呢 一轉身 他又跟賭博的朋友 又在一起 這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 不好的二知識 來 再接下來 善知識呢 也有事 什麼是善知識呢 賤人貧窮 逐發令自身 看到人家貧窮 會怎麼 會幫他 幫他不是說 只有拿錢給他 因為你拿錢給他 只能解救 沒有戰死之難 沒有辦法解決根本問題 是告訴他什麼呢 是你真正幫助他 是告訴他 讓他有遺跡之堂 自己可以的謀生 這個是善有 第二個 不與人爭計較 就是說 他呢 告訴人家 不要跟人家爭 當然他自己呢 也不會跟人家爭 不會跟人家計較 這是善有 第三個 日網消息之 這個也很難 就是說 每天 他都會 他都會 打個電話 隔天時間會親自到那邊 去關心你 知道了 你現在的情形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 OK 第四 做起當相念 就是說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就是 日常生活的時候呢 他常常會呢 會想起你 會想念你 看看你的情形是怎麼樣 再接下來 他說什麼是善之事呢 善之事呢 也有四種 他第一個呢 就是 唯一所谷 將歸成立之 以後解決之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不信呢 你自己呢 是 犯了官司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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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牢 那這時候呢 凡是有別人的東西在你這邊 你都會 你會事先呢 在做到這些年 你會事先把人家裝裝藏起來 是人家的東西 都把人家藏好 等之一關事了了 然後呢 你再出來 然後再把人家的東西還給你 這樣 真的有這麼好的句話 這個真的很難 不過這個是你看 這是五界經 你們告訴我們 佛講 我們人 必須要這樣做 大家要注意 這是我們要做到的 第二個 有病收 將歸養失之 家裡呢 有病的 看到朋友呢 有病的 有病的 這個 有貧窮的 你會 你會歸養失之 這個也很難 你會呢 幫忙他 然後甚至呢 幫他撫養 第三個 知事死亡 觀念失之 如果呢 有這個 人呢 是過往了 你會呢 他沒有幫 他不夠這個錢財 你會什麼 你會幫他 辦上司 或者捐官 就捐那個官材 再來 第四個 知事已死 覆念學家 再來呢 你認識的人 或者是呢 這個 你認識的人 你平常就幫他 結果呢 他過世 他不知道過世呢 他的家屬 和他私家人 就不管了 你還會幫他的忙 照顧他的家人 家人 哇 這個 真的都不容易 不容易 好 下面來講 二之事 二之事呢 也有四種 一種呢 就是 小青遍大陸 什麼叫小青遍大陸 你只有小小的 小小的呢 他就會很生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有疾 欠死之 不肯行 什麼叫欠死呢 就是 請他幫忙 就是說你有疾事的時候 請他幫忙 他不肯 這是二之事 第三個 見人呢 有疾的時候呢 他就離開 看到人家有疾難的時候呢 結果呢 你趕快趕快跑 這個人是二之事 第四個 見人死亡 欺而不逝 看到有人死 但是呢 你 不管他 那麼佛講 擇其善從之 惡者呢 遠離之 我與善之事相隨 知之成佛 他說 佛才講到這邊呢 他說 如果呢 這些 我講的這些善 你能夠 好好做的 跟著做的 二之事 你能夠遠離的話 那麼 我與善之事相隨 你能夠這樣做的話呢 你終於 可以成佛 所以我們五戒是成佛的 基礎的道理 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佛講 五戒十善 就是成佛的根基 好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請上師 先坐著 OK 謝謝 我們掌聲 感謝上師 我 我 有 我 有 有